可是呢,成績函數 這個時候後面小瓜糊裡面是空的 小瓜糊表示說要跟使用者要一個東西 要什麼東西呢?要他的成績 所以他成績要怎麼給你呢? 特別注意,你就是必須在 小瓜糊裡面做動作 小瓜糊裡面呢,跟他要什麼?請你告訴我你的成績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輸入一個 跟他要 比如說就是叫成績,或者叫什麼 這邊有個什麼名稱?平均成績好了 比如說,你告訴我一下你的平均成績 平均 成績 那這個時候呢 你在插入函數裡面呢,你會發現 剛剛這邊又有什麼改變呢? 後面不是有個平均成績 那按確定的時候呢 這邊就會有個格子出來了 也就是在那個小瓜糊後面呢 就是要跟使用者要一些東西 的 這個部分,這個部分我們叫做引述 或者叫參數也可以 引述 那他就給我一個東西對不對 給我一個比如說平均80分 按確定之後呢 那我收到之後我要做什麼事呢? 做判斷 那判斷哪些東西呢? 特別注意 就是 我要再跑一下那個邏輯 所以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 他給我一個平均成績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要做什麼?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一下上面的 偷懶一下 回圈的部分不要複製到 你可以把它貼上 然後再把它back回去 因為可以按tab不是縮排對不對? 如果back回去的話是 shift加tab shift按住 再加tab 就是減少縮排 增加縮排 減少縮排 或者你按上面這邊也有 一個工具列叫做編輯 編輯工具列有沒有 這邊也有增加縮排跟減少縮排 一個凸排一個縮排 有沒有 這邊也有 這兩個按鈕 其實我剛剛做的動作就是shift加tab 上面的複製下來有沒有這邊 因為他 排版太太太左邊太右邊然後把它回back回來 或者你可以從這邊拿本來是 這個應該是本來是這邊 本來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把它凸排 縮排 這邊可以移動 那這個工具列就是從上方按右鍵 會個編輯 這個工具列其實還蠻常用的 但是預設是不會跳出來的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它叫出來的話會更方便 更方便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呢我們資料 平均成績是從sale 的1欄裡面取得但是現在呢不是 現在是從什麼 從 引述裡面給我們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平均成績貼到哪裡呢 貼到1 有沒有 平均成績 貼到這裡 也就是說這個成績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跑這裡 有沒有就是丟給他判斷一下 如果他是大於的話 輸出到